上午11点多 长荣航泰电源车跟桃园的航情作业拖车竟然发生了碰撞 这地点是在B3的机坪 而这起发生在停机坪的车祸导致长荣航泰电源车翻车 车上的机油漏出 为了处理整个事故现场B3的停机坪暂停使用 桃机公司派出了泡沫消防车在旁警戒 而事故发生的原因由桃机公司及航警局搜集资料之后 来判定责任归属